而卓西湘数位学习机会中心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推动数位教育学习 为当地部落族人带来数位学习的帮助 也提供多元的数位基础课程 将数位应用融入生活当中 而11月份办理的部落说故事拍片比赛 历经了一个多月之后有9部的影片入围 12月28号举行颁奖典礼 即卓西湘数位机会中心静态成果站 影片可以清楚看到公寓师在介绍自己的作品 同时公寓师也是这一次的摄影师 透过卓西数位中心举办的部落说故事拍片比赛 把布农族的传统记忆记录下来 透过那个剪辑 然后商品摄影 然后结合在做直播这样子 然后我也可以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也希望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学起来 然后再透过多媒体传出去这样子 折西数位中心近年度办理相关摄影剪辑 表演艺术等相关的课程 更在11月份办理了部落说故事拍片的比赛 号召卓西湘族人来用手机拍摄自己部落的故事 而这次有9位作品入围 12月28号办理颁奖典礼 很多文化过去都是使用口传 那并没有使用一些文字等等的方式去做记载 那现在这个年代呢 影像也是一种文字 就是一种更具象化的一种记载的方式 折西湘数位中心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数位教育学习 折西湘拥有丰富的布农族人文历史和自然身体 观光业对当地发展极为重要 折西DOC透过数位科技强化部落行销资讯的缺口 期待带动当地族人运用数位科技来记录折西湘的故事 有助于保存和推广部落的文化 还能够为当地经济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活力 记者高雄雄 折西湘采访报道